走路的時侯都慣慣慣慣慣病 台灣的學者分析經濟數兩年來 屬國的資料 說台北分走路讓車農到的人 有七十五都是走路慣慣慣病 更加恐怖是萬不利讓車農到 比這個走路的地方的人 第四率比較高1.21倍 陳家建議說 走路最好不要靠乘病 最好規格電腦方向 這樣剛才有危險才可以趕快歡迎 因為大家沒有改 所以你也改不掉 跟上捷運啊 大家都靠右邊 通常都是靠右邊 可能就是要注意後面有沒有車子過來吧 知道危險也是不得不得的 按倒邊來走 台北醫學大學研究團隊 分析經濟數 2011年到2016年 過路人交通數個 統計全台灣有1.4382名 過路人讓人農 其中有1.749人 都是順著車的方向來走 減75% 甚至沒有分析 受傷嚴重的程度 到第四率 結果發現 總共有199名過路的人失望 其中164人 都是順著車的方向來走 比起對方走 順著發生頭部受傷的紀錄 關出26% 第四率的方向是1.6倍 歐洲少數的國家 有所謂的道路交通安全的處罰條例 在沒有人行到的狀況之下 應該要逆向車流走路 台灣是不是以後 要從宣導 然後漸漸的往這個立法來邁進 特別是越來越多人 跟他騎電動車 根本都沒有聲音 如果是車從後面來 真壞經過危險性 安全起源最好 要是對到車走的路線 電動向來走 尋到警戒的狀況 才會當結實來歡迎 風之異光 記者 總學報導